掌握一扫行情不做三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iPhone15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国庆假期的时候呢 我就说过首批卡地机iPhone15系列价格肯定高 这才过去几天时间呢 市场就开始调价了 并且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到一些15polo跟15pm 我们直接一起来看行情吧iPhone15 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成本呢 是在4400左右 相比前几天首批iPhone15系列也是直接少了20015plus128句 目前市场货量比较少 只有黑色拿货行情呢 是在5000左右15pro128句 拿货行情基本是在5850左右15pm 256g原色缺货蓝色呢6850个人预计颜色的话 应该会贵个100左右 入门级的15跟15plus可以入手 因为采用的是实体卡槽方案15polo跟15pm的话 个人建议如果是刚需情况下 建议直接入手14polo跟14pm性价比会更高 毕竟人家采用的是实体卡槽方案 而不是内置卡贴 14系列倒是有小浮动的涨跌iPhone14 128g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3150 相比之前行情小跌30左右 256g也是小跌30左右 512g保持横盘状态不变 14plus128g目前市场拿货行情是在3480左右 相比之前行情小跌20左右 256g的4220小涨20左右 14pro小内存128g的小跌30左右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4650 256g的小涨20 512g的涨了100左右 14pm整体配色还是比较齐全 不过大内存1tb的最近市场非常缺货 小内存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5000左右 复制之前行情不变 256g跟512g的小涨20-30 一tb的直接小涨80左右 14pro跟14pm小涨的原因 多半是因为目前15polo跟15pm没有实体卡槽方案 不过这次呢也感觉15polo跟pm难度会很大 起码短期内14系列个人觉得是不可能有什么价格浮动下调的13系列行情如下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参考 依旧还是出了入门机的iphone13值得推荐 其他的机器性价比实在太低 老款系列s12跟s13基本没有差价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收全新未激活的s12 并且市场货源也是比较少 iphone12性价比也还是比较不错的 跟s13一样都是支持qp解锁模式 目前15pro跟15pm确实有实体卡槽方案 不过牺牲的却是手机续航 原理呢 就是直接把15polo的电池换成长方形的15的电池 这样机身内部就有多余空间放置卡槽 但是这样操作真的就实现一天两充并不适合商用 另一个就是暴改手机电池这个方案 个人觉得显然也是不适合商用的 目前建议如果是想入手15polo跟15pm的 可以建议在观望一段时间 入门级的机器的话 个人觉得降价空间不大 想冲的可以直接冲15跟15plus采用的都是跟14系列一样的开孔方案 稳定性方面是不用担心的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五 关注我七年华香被老司机带你买机不被坑